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雞腿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三國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這部影片主要是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一期無限挑戰 單寧春上香 魚競片的刷分陣容更新版 與龍魂試煉第四天的平民版全三星通關搭配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OK首先龍魂試煉的部分 我一樣是使用畫面中這組隊伍搭配 在練度方面只有諸葛亮是無火覺醒 剩下的都五星而已 然後神兵跟靈寵的話就選擇自己有的上場即可 我自己是使用斧頭加葫蘆加42攻 搭配熊毛主戰、龍象夫豬助戰 然後潛能的部分前排我是盡量以防禦為主 後排則是全點攻擊 接著戰鬥的話則是前排聯織加護 後排弱點突襲 這個樣子應該就可以很順利的全三星通關囉 再來這次要介紹的這組陣容是由郭家家所提供的 另外第四戰區熟悉的小霸王軍團招生中 歡迎愛熱鬧、喜歡刷試煉三合的玩家們報名感謝 首先試煉加藤的部分 今天各位一定要使用畫面中這個配置 接著香香必須要開到無火覺醒 有沒有這個覺醒相當關鍵 然後有抽香香的玩家們 可以把多的點數補給魂香攻擊力 至於還有剩的話 就把第一頁的最終生命也點滿 這樣可以大幅提升容錯率 再來挑戰的難度係數是全勾的170 然後使用的隊伍搭配就是畫面中這個樣子 接著練度的話 好像曹操基本上只要有一火覺醒 就能打出差不多的效果 只是穩定性會有影響而已 至於使用的神兵是 葫蘆加靈燈加龍鷹槍 然後靈燈的使用條件 我認為要有達到無雙階級的 最終減傷下降才行 否則就要改成星庭牛刀 或者扇子 當然有五星可視幣的玩家們也可以取代靈燈 會有比較高的機率達到250萬 接著靈寵則是鼻翼組戰 搭配白虎玄武助戰 白虎算是必備靈寵 不過目前有人二星練度也OK 至於鹹武的話 可以聽完整瓊奇 但是玄武的破盾增傷效果會比較好 現在潛能方面 首先公孫戰選擇1111 接著香香2232 然後蔡文姬1321 王毅3223 最後大橋跟豪恩曹操都是1121 至於香香的羈絆 建議使用馬鈴鹿 而豪恩曹操則是國家羈絆 接著戰魂魂方面 只有香香選擇弱眼突襲 剩下來都是使用戰衣撥發 最後換武德的部分 蔡文姬、王毅、大橋 都必須搭配三開效果 否則傷害會上不去 那我自己測試下來 這組陣容的成績非常不穩定 運氣差的時候全滅都有困難 大部分則是落在100多萬 要達到200萬需要相當大量的運氣 那我等等會繼續研究不同的搭配 看能不能出現更好的陣容 最後希望這次的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是雞腿,我們下次見 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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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